燕迪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好 借良 其实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 前几天还下起了冰雹 不过呢 封面过去了 接下来天气会不会好转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了 是的 燕迪 礼拜四 礼拜五开始呢 封面逐渐离开台湾 天气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一些 水气变少 温度呢 当然就会稍稍上升了 等一下大家就要出门上班上课了 我们赶快来看到清晨各地区温度 北部地区来到25度 中部地区呢 也是来到25度 南部地区来到26度 东部地区呢 稍稍低一些来到23度 直各地区呢 清晨还算是舒适 大概23到26度 但中午开始水气变少 温度当然就逐渐向上回升了 吹这个东南风的关系 我们看到北部地区来到32度 中部地区呢 来到33度 南部地区也是33度 东部地区也是有32度 直各地区呢 都是来到32到33度 还算是蛮温暖舒适 有一些些偏热 所以中午出门在外啦 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地面天气图 大家可以看到呢 影响 前天影响台湾的这个封面 已经逐渐离开台湾了 在经过台湾的时候 被切成两半 一半东移出海 另外一半大概滞留在 华南地区的位置 那这个滞留的封面 会逐渐往北台上去 并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所以这一天那个水气偏少 台湾呢 西半部地区呢 转为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尤其是越靠近山区的地方 这个午后雷震雨可能几率是越高的 那东半部地区呢 因为受到这个阴封面的关系 都会有这个短暂性的震雨 所以民众要多多注意了 这东西两边这个天气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一天水气比较少 但是到了周休假期 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了 我们赶快来看到 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三天温度还是偏高 中午高温大概来到32到33度 也约温度高的关系 所以都会有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但是这一天水气少 到了礼拜日开始 另外一波封面又要报道了 封面会持续影响到下礼拜三 所以民众一定要多多注意 这个气象资讯 才会出门 结果被雨淋湿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区低温25度 高温来到32度 降雨几率30%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低温25度 高温来到32度 降雨几率30% 台中造化南投地区 低温25度 高温来到33度 降雨几率30%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 低温25度 高温来到33度 降雨几率30% 高雄屏东 澎湖地区 低温25度 高温33度 降雨几率20%到30%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低温23度 高温来到32度 降雨几率50% 最后看到外岛地区 连江金门 低温21度 高温来到28度 降雨几率10%到20%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农民历的部分 今天是农历的4月28号 属鸡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跟留意了 那今天适合是祭祀 还有栽种 那不太适合就是假取跟出行了 好 一项资讯呢 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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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